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主题是关于人类移民美洲大陆的历史故事 小学生都知道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即是今日的美洲大陆 自从美洲大陆被发现后 就开启了欧洲人去美洲探险的大门 有人往来大西洋两岸经商贸易 也有人甚至在美洲落地生 之后美洲经历了几百年的势力割据和局部战争 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两个位于北美 21个位于中美加西印度群岛 和12个位于南美国家 一共35个国家的大陆 话说回来 历史通常都会尊重和推崇第一人 既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为什么美洲不叫哥伦布州 而美国又不叫哥伦布国呢 今集就带大家去解开这个谜团 要解开这个谜团 首先我们要知道哥伦布的背景 哥伦布是在1451年在意大利的西北岸出生的 那个地方就叫做热纳亚共和国 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国家了 他小时候就喜欢周围搭船去旅行 曾经去过英国诸岛 最难他还去过现在的西非加纳 而且他自己有自学地理天文学和历史 剃很多书 哥伦布有一个计划 就是去找一条西海的通道 进去东印度群岛 目的是希望在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大饼里 分一杯羹 即是说当日他不是想去探险那么神圣 他只是想去做trade 赚大钱 为了这个目标 哥伦布四处游走不同的王国之间 最后被他成功游说到 伊丽莎白一世和徽迪南德二世国王 这对夫妇赞助他去 由于有金主赞助 哥伦布在1492年8月 就带着三艘船出发 他还在同年的10月12日登陆美洲 他的登陆地点其实是巴哈马的一个岛 哥伦布之后还去了现在的古巴 加勒比海地区的伊斯柏尼奥拉岛 还在现在的海地建立了殖民地 哥伦布在1493年就回到欧洲 他还带着很多俘虏的土著回去 而他远洋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当时哥伦布其实是继续找到东印度群岛的通道 其实他基本上都知道美洲是一片大陆 但他又不是很肯定 而他也都未曾放弃过相信 他自己已经去了远洞 所以他就叫当地的土著做Indians 还有一样东西 因为其实他是做了殖民地的总督 但是被人说他太残暴了 所以最终被人巢了 好了听完哥伦布的背景 心水清的你应该会听到一个破绽 但这个我们稍后再点明 但如果要进一步去解开这个迷团 我们还要认识另外一个人 他是谁呢? 他虽然没有哥伦布那么出名 但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阿美尼哥维斯普奇 维斯普奇出生在1454年的佛罗伦斯共和国 即是现在的意大利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商人 探险家和航海家 他的名字是Amerigo 拉丁化了就是America 即是美国或者美洲 在1497和1504年间 维斯普奇至少是参与过两次去新大陆的航行 重点是在他航行员回到欧洲之后 以他的名字出版了两本小冊子 就是关于他的航行经历一些很奇怪的趣事 这本在欧洲很受欢迎很多人读 虽然有历史学家就怀疑 他本书的情节的真实性 有没有夸大 但其实都无助到人去认识航行的经历 新大陆的一些发现究竟是怎样 也都提高了他的名声 其实就是在150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巴西是另一片大陆的一部分 他称之为新大陆 这个主张就啟发了当时的制图师Martin 在1507年Martin第一次用America 即是拉丁化了的America 去明明美洲大陆 这样就承认了维斯普奇的成就 之后其他制图师都纷纷放效 到了1532年 美洲这个名字就永远刻在新大陆上面 那为什么历史会推崇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呢 在我的定义 我觉得哥伦布是开启了美洲移民市的次创人 因为自从哥伦布的探险队去了美洲之后 其实就开启了连续几个世纪人类对美洲的探索 征服和殖民的时期 而这件事是帮助创造现代的西方世界的 哥伦布有两点是备受争议的 第一点就是传统上历史学家都认为 哥伦布他自己是觉得他自己 根据他原定的计划去了亚洲的东海 但是在《特权书》这个文件里面 也说明了哥伦布其实是知道自己找到新大陆的 第二点就是哥伦布对原住民的残暴 例如他在他的日记曾经说过 土著一定是好的仆人 他们非常聪明 因为我看到他们可以很快地重复我所说的东西 哥伦布其实也去奴役他们 去找黄金和香料 但最终都是没有成功的 那为什么美国不叫哥伦布国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哥伦布从来没有达足过北美 在哥伦布去过的四次新大陆里面 其实他去过加勒比海的岛序 他也去过中美洲也去过南美洲 但是他没有去过北美洲 那为什么美洲会以维斯普奇的名字明明的呢 就正如刚才所说 除了他对巴西的看法 启发了制图斯以他的名字 是明明美洲之外 其实他航行回来欧洲之后 其实他是发表了两封公开信 那当中的资料 其实也启发了当时的欧洲人对新大陆的认识 那我就读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从我发现和探索的这些地区回来之后 我可以正确地称为一个新世界 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他一无所知 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认为 除了赤道之外 只有他们命名为大西洋的海洋 而虽然有一些人 他们确实称之为有一个大陆的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论具认为 这一块是不能够居住的土地 而他们的观点是错的 事实是刚刚相反的 我最后一次的航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片大陆的南部地区 其实上面的动物比我们欧洲更加丰富 人口也比我们更加纠密 而比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地区相比 气候更加温和 听完以上的故事和分析之后 大家认为哪一个才是 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呢? 什么是真正的发现呢? 是第一个踏上新大陆 但是不知道他自己是 踏上过什么大陆的人呢? 还是一个真正了解了 然后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启发世人的人呢? 不如你们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都喜欢今集的内容的话 那你就like这段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留言给我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